接下來我已經畫了三個 後面還有三個對不對 後面還有幾個 兩個嘛對不對 因為最後最外面這個是本來就有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也是要畫一條線 這條線從這邊到這邊 過來我不知道到哪裡 可是我至少知道一定中間這邊對不對 按空白鍵結束掉 可是我的下一個圓它應該會多多少 等於這條線再多多少 70除以6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教過一個方法 如果你這條線要怎麼樣 拉過來對不對 你可以點它一下 它是不是有三個點 三個點之後呢 我們要針對最右邊這個點怎麼樣 它這邊也叫什麼 拉伸 拉伸就是拉過去的 拉長嘛 一條線可以拉長 也可以調整 我們要拉伸 所以你點最右邊 最右邊這個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就好了 點一下之後 然後再拉伸 拉伸之後拉伸多少 給它一個尺寸 70除以 除以6 Enter 它就會幫我這樣 再拉過去了 拉過去 拉伸之後再把它 空白鍵結束 按一下它就結束了 等下慢慢習慣了 因為可能剛開始不太習慣了 這樣這一條線不就是我們要的 一樣的方式有沒有 它就有終點對不對 點一下 然後呢 再過來 再點一下這邊 有沒有 端點 然後一樣的方法就是修剪 空白鍵 然後再把這邊有沒有 空白鍵結束掉 再點一下它 然後按修剪 就先修剪掉了 應該了解意思啦 或者甚至你 Ctrl Z Ctrl Z 復原 記一下Ctrl Z 很重要 無論哪一個軟體都有Ctrl Z 復原 因為這一條線其實說真的 要不要刪掉 其實可以不用刪 因為剛剛不是講的 可以怎麼樣的 拉伸 不是還有 這邊不是再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之後的話 它不是還有拉伸對不對 其實點一下線對不對 特別重要這個有點 有點要稍微 優標移到上面之後有個拉伸 可能要你們要稍微體會一下 然後再拉伸多少 70除以6 Enter 然後再空白鍵把它取消掉 這一次 再拉伸一下 點它一下對不對 然後再 優標放上去不要點 拉伸 方向要給它 一定要出現綠色的虛線 70除以6 Enter Enter之後再Enter一下 特別重要是點一下 然後再點它 點這一條線一下 拉一下 剛剛露一個動作 拉這個方向要跟它講說 你往這個地方 幫我拉伸過去 70除以6 Enter一下 這條線就OK了 然後你再點一下圓 然後再找終點 拉過來 然後一樣 修剪 空白鍵 把這個修掉 那這一條線就不用了對不對 不用之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選它按修剪 這樣子 可是呢 上半部有對不對 那下半部怎麼辦呢 其實呢可以用旋轉 那怎麼旋轉 特別注意這邊不是有個旋轉 這個旋轉呢 就可以讓我們把 這一個上面的東西 在一個圓心 把它做什麼呢 180度的旋轉 可是旋轉來說順便要什麼 要複製一個 旋轉複製 那怎麼樣旋轉複製 這邊就要牽涉到一個就是 旋轉按下去 它會問你說選取物件對不對 那物件的選取特別注意喔 順便講一下選取物件的方式